帝君 帝君 你向来沉稳 为何今日如此慌张 帝君 有孟昊的消息了 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他隐居到哪里了 白水山 魔族南荒的白水山 是 出来吧 我的剑 也不认识了吗 孟昊拜见帝君 起来吧 你为何落得如此静地 禀帝君 前代赤之魔君 以其君后为诱儿 施济将臣困在白水山 且用秦龙锁 穿我龙骨 封我法力 月月年年 守护着滩中龙脑树 以你的法力 我不信 情之一物 入骨入髓 臣修为不够 度不过这一场情节 被困于此 实则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你这又是何苦 臣受魔族引诱 愧对帝君 愿再次受劫 以偿罪责 我若在意 就不会前来 请帝君成全 你不走 是在此处有所牵念吗 臣 不敢欺瞒帝君 却有牵念 值得吗 你可不得了 旁人看来 这是一世劫难 可对臣而言 却甘之如疑 帝君心系天下苍生 从不担于儿女情长 自然是无法体会各种滋味 既如此 那就不必勉强 你好似为之吧 不论我在哪儿你都能找到我 给 果子 拿去泡茶 公主虽修的水汽书法 但这果子至阴至寒 公主还是不要过多使用 你既说不许 那就不许吧 魔君下令说要见你 哥哥 哥哥怎么突然要召见我 传话的魔将说是有要紧事 那好吧 我去一趟吃红殿 待会儿到了姬衡那儿 可别乱说话 别给老子丢人啊 是 老子休息秦妻书话已久 这次定要一举拿下姬衡方心 老子就不信了 我 谁 聂出银 正是在下 小燕莫君别激动 不对 你在这儿干什么 莫非你也对姬衡有益 小燕莫君 我算哪个葱啊 又怎敢觊觎公主呢 算你识相 把老子给姬衡的项链准备好 是 公主不在宫里 你怎知道 你对姬衡行踪如此清楚 是何居心 小燕莫君 有你在 我怎么还敢有什么居心呢 是魔君让我去找公主 我却连公主的面都没见着 哦 好 那老子现在就去赤鸿殿 哥哥 哥哥你找我 鸵儿 衡儿 你可知道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 何人不知何人不晓 哥哥提他为何 我想 让你与东华帝君成婚 你说什么 你要姬衡 与那东华联姻 衡儿 此事事关重大 关乎到我魔族的未来 你可考虑清楚了再与我答复 毕竟 像这样身份尊贵的夫君 也只有我妹妹能够与之匹配 徐雅 你连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大事 都可以牺牲 言耻物 此乃我赤魔族的家事 轮不到你一个万语插嘴 你 徐雅 我好歹也是个魔君 你把姬衡嫁于我 也是大军为重啊 你若是不把姬衡嫁给我 我 我就造反了啊 大军为重 大军为重啊 你吃饭 又是不把姬衡 你吃饭 你吃饭